世界贸易组织2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 将今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有此前的3.7%大幅下调至2.6% 世贸组织表示受贸易摩擦升级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等因素影响 2018年全球贸易增长3%远低于预期 而且今明两年全球贸易增长仍将面临巨大压力 世贸组织总干事阿兹维多表示 全球经济正面临诸多方面的挑战 解决眼下的贸易纠纷 并保证未来贸易增长的积极态势是越来越紧迫的任务 报告还预测今年发展中经济体贸易有望保持强劲增长 出口和进口预计将分别增长3.4%和3.6% 感谢观看